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窗户那里整整站了两个多小时 跟他对话的是中海县公安局山左口派出所的民警 在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 他拿个菜刀不让我们靠近 张小光锁在这个院子是同村一户村民家里 就在两个多小时前 张小光气势汹汹地迟早闯进了这个村民家里 正好在乎人家这个大门是开着的 然后他进去之后把门一反锁 然后最后我们知道的时候 家里有五口人被他这个挟持在这个房间里 见到民警赶到 张小光向民警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说他家里边那边给我叫过来 我要给他好好谈谈 你不是想让我给他谈吗 我就给他谈 他那是那个什么 说那哪里的是 那哪里你给我清楚 你不知道 你不来胡弄我 你胡弄我干什么 你不比我知道吗 你为什么要杀你罢头杀你码头呢 他骗你你就杀他吧 你当我吧 我不当你 你开门能开不 我弄 他开门要开门怎么弄 开门你就杀我就砍 做什么要砍呢 他不接电话一看了吧 打给谁呢 我就打给那个接人 据现场的群众反映 当张小光持刀闯进这户人家时 家中是有一男一女 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 如今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屋里的人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民警们并不清楚 而张小光 他为什么情绪如此的激动 他又为什么要结识村里的这户人家 提出的要求却仅仅是希望见到自己的家人 拿这个菜刀 然后把几个屋口人挟持在人家里 然后呢他跟我们谈条件 如果这个叫我们帮他找老婆 而且要把他老婆的娘娘的人 就是他妈妈一起要找到 除了要见到妻子之外 张小光还对自己的父母破口大骂 他告诉民警 他的父母把他骗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年轻男子做出疯狂举动 我只远远的 我要能下去我就能喘 绿智僵持 转机突现 却又再现浅情 是什么样的家境矛盾 让他陷入疯狂 无法挽回 一线正在播出 经过协调 民警很快找到了张小光的父亲张强 并带到了现场 你下来 没有做大事 我今天我都拿过 我能跑过去 你下来 下来方便我 因为你 学说的就是因为你 所有的事情我都做不了了 你怎么说的 你怕我关起来 跟我说什么 你要关起来 我看我就是 我为什么不看你 因为我不干 我不能说你不干 他说你别吵 当张小光的父亲 上前进行沟通时 张小光情绪更加激动了 他埋怨父亲 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妻子不会一大早 天不亮就离开了他 原来 不进行制止肯定会出大事的 于是他悄悄让人报了警 他那样子是喝了酒 因为脸有点红 然后语言表达 情绪比较偏执那种感觉 然后跟我们说话也有点不是很配合的样子 他老婆当时在躺在卧室里 躺在卧室里 然后说话比较低沉 我们说要不要处理 他这个当时说家庭矛盾 就不要去我们处理了 警察问人家说你走不走 我爱事不爱事 我说不爱事 你走不走 我不走 他说不走 你说我抽的也没发的 对不对 我对我二面前 我又不能 他说他不走 我小孩叫他出来 急不压叫他出来 他也不走 很想着一场家庭风波 能在民警的帮助下就此平静 但让张强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凌晨一大早 儿子就因为报警的事情 情绪有些失控了 把一个一下子疯起来 一下子疯起来就不行了 摸着菜刀就冲下来找我 因为他自己觉得我打他的 我没错 你报警的是想处理我了 那你这个事情的电话 你会赢 你是偏向别人 不是偏向我了吗 他就那天早上 就说我欺骗他了 我欺骗他了 报警叫他 小孩老娘那时候 报警来 叫他来带他了 他嫌你报警 对对对 他主要就骗这个 然后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 他就把这个也砸了 车子玻璃不砸掉了 砸的车里都是玻璃 就在追究到底是谁报警的时候 张晓光突然发现 妻子王平也已经不见踪影 这更让他火上浇油 这个谈光老婆 也不在家 已经跑了 别人在圈导 开导他的时候 他清清楚点 可能当时有谁 说了一句 来说他 说看到他妻子 骑车走了 那回子 他就真的不认人了 已经上来了 那心情上来了 什么也不知道了 就一刀对我头砍来了 就这样对我这边砍了 我这边一歪呢 一歪一刀呢 一刀之后砍我 隔着窝来了 他隔着窝来了 第二刀就砍了 正好 对他 跟小孩一对小孩一物 都跑过来 把他手一把抱住了 抱住了 我们四个就一按 就把他按到了 按到后就找绳子 就捆起来了 捆起来之后 他挣脱了这个绳索 这才之后 他的这个情绪 公家的激动 然后 带着菜刀 就找他父亲 要砍他父亲 包括 而且同时 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找他老婆 家人无奈之下 只好再次报警 而此时 张小光已经挣脱了绳索 当民警赶到村子里时 民警们意识到 必须在第一时间 找到张小光 这个犯罪协议呢 就不与我们民警之措 而且呢 趁机呢 跑到一户居民家里面 然后把门给翻锁 小孩 小孩两个 四个 还是三个 嗯 嗯 我们就管了 手 翻锁了 你小孩搞半月 啊 当然这样吧 当然这样吧 以人为本 不后考虑到 贝极是人知的安全 这个还是 先做好疏通工作 让住地排除火民警 还有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这个安抚他 疏到他 嗯 缓解他的情绪 民警一面寻找 张小光妻子的去向 一面耐心 劝导着张小光 然而张小光 却显得非常不耐烦 接近下午一点钟 张小光开始拒绝 和民警进行交流 他把阳台的 所有窗户都关上 这一点 让守在外面的民警 更加紧张了起来 我们考虑到 各方面的安全 把这个群众都疏散开来 但是毕竟农村嘛 这个有一点事情 经历的人比较多 嗯 围观的都是 左邻屋设的 邻居 邻居多 几十口吧 下午13点03分 张小光 出现在了二楼的后窗位置 显得很不耐烦 情绪更加激动 嘴里不停的 骂骂咧咧 我扭 有个人在这边 然后走牛小脸 做什么知道吧 我听到一连走牛 人就没有了 知道不知道 确实啊 他不会动的 他现在在想办法 就招人呀 他想办法 他在想办法 都不弄了 好好看 来过来 说你们 帮我老婆找来 说你们不找来 这家人就不会给他走的 就拿人换人 换人 他说你们不是特警吗 你们的主机手呢 你们有本事打死我 你如果说打不死我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血 然后他随手 把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 推到了窗口 张晓光明显的焦躁起来 他把人质 带到了窗户边上 跟民警们进行对质 你怎么了 谁来知道 这个民 不是他这些 抓起来你 你都知道 他跑了 不好抓 你得慢慢给他 使你抓 你在年轻的小时期 还有两个小孩子 他在这个 整个的过程之中 他们也是 是配合他 包括这个新疑人 要求手机用 然后他们马上就把手机递给他 包括让被击齿的人士 看一下下面警察的行动 也都积极配合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伤害人士 在解救现场 各族民警 巡特警和武警 都严阵以待 一方面 按照部署 进行警力分配 另一方面 安抚着张晓光的情绪 等待最好的解救时机 你下来什么事没有啊 我 你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好 想想 我也能下车 我这能看死 你看死我这 你下来看一下 我能不能下来 知道为什么会到这部 我来不及 不是你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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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不要刺激我 不要刺激我 现在所有的事情 你不要刺激我 这不刺激你 不要刺激你 特定有一连更进 你是不是知道 你不会能救活 人类知道吗 一个你就救不活 就在张晓光站在窗口 和父亲大声争吵的时候 情况突然出现了转机 当时跟他这个僵持谈了 一两个小时 在这户人家 后来在这户人家 我们在后窗跟他谈的时候 这个五名人 这曾这个趁机 从前嘛 流出来 两名人质 趁张晓光不备 抱着孩子们 悄悄从屋里跑了出来 然而 让人没想到的是 张晓光却趁着混乱 做出了一个 更为大胆的举动 老天子 啊 哎 哎 你不吃 我等这呗 我等这呗 我再压一下 哎 我再压 那压 肯定有个人 有人 没有人 没发大概 招ים 打一个吧 没发大概 他们没有人得 比如说打一个 不是描迹 就没发大概在那边 在那边 那边 我打我打我 可ット 留出来的时候 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抓捕的时候 他又翻墙头 翻到隔壁另一户人家里 正好这户人家也有家主在家里 继续要挟 然后要求我们必须要把他老婆给找到 这是案发现场的两户人家 两家中间只隔着一道院墙 当第一户人家中的人质跑出来之后 张小光在情急之下 顺着中间的管道 他又跑进了第二户人家 现场民警本来已经放下来的心 瞬间又悬了起来 民警了解到 第二户人家中是一个女人 带着四个孩子在家 现在张小光持刀闯入 他会不会因为 第一户人家中的人质侥幸逃脱 而恼羞成怒 伤害这家人呢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人质解救再现僵局 周密部署 人质能否安全脱困 无法挽回 一线正在不出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现场的民警有点措手不及 当时外面看到的时候 等我们反应过来 准备进行抓捕的时候 他就瞬间 就是几秒时间 从楼上到溜下来 就跳到二楼 跳到对面院犬来了 其实危险性还是很大的 它本人有危险 不过我们抓捕的时间也赶不上 因为我们都是在外围警戒 外围警戒 就说在这个地方是我们进不来的 因为这个区域 如果说我们要进来 有可能对犯罪嫌疑人 是一个刺刑 保护人质安全 是行动的最终目标 为了不进一步刺激张小光 危及人质 民警为一方面继续和张小光周旋 一方面和房主沟通 对房屋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解 我们就找了一个 这个相同的 这个节奏的这个房子呢 我们让队员 这个熟悉房间 然后进行模拟演练 这个安排所有人员 穿警服的后撤 尽量脱离他的视线 不要刺激他 然后找来了这个村里头的人 村里头干部 他父母亲 他姐姐 还有他的朋友 这个是在处置当中 是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考虑到张小光情绪焦躁 为避免继续等待发生危险 警方果断决定 制定计划对人质进行解救 经过协商 民警们让张小光的同学 通过手机对他进行安抚 给突击队员们充足的准备时间 我就跟他两个同学讲 这个时候你要不间断地跟他通好 你分享这个犯罪性的注意力 这个跟破门进去招呼 确实提供了很好的战机 队员一楼进过去 被他锁起来 而且不能抢 走一楼抢 要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所以我们当时呢 是定下来呢 是走暗的 走暗的 他暗的有个窗户呢 是打开的 请现在你们打个电话 让我来跟他说 给 我来跟他说 好 其他人 其他人 请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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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不是上上纸 你这两个人 我打我 看到我吗 你相信 我让其他人 你们不要紧张 好吗 阳光是刚才在隔壁 你这样啊 嗯 你这样 你到这里查给阳光喝一喝 有医人 他出了 跟他先 先 先跟他 关稳戏 好吗 你看他刚才啊 他刚才在隔壁的林律家 他也没有上班人家 他对人家这个小孩 就疯狂 明白吗 好 你不要急 好吗 还比较稳定的 很快 现场组织起了两支突击队 第一组突击队 从二楼的后窗户进行解救 闯进被劫持人质所在的房屋 另外一组突击队 从房屋侧面的围墙翻进院内 两组人员里应外合解救人质 案发中心上 那个刚好门没锁 门没锁 本来是想就是踹门进去 刚好门没锁 而且那个门啊 当时门锁坏了 它刚好有一个那么大的缝隙 我们进去的时候 情绪还可以 我们侦查完 准备强攻的时候 反正我在外面就听到了 听到说 反正就那个意思 如果再不叫来 我就要动手 我们一个特战队员 就是进去以后 他一刀回过来之后 用盾牌隔断的时候 因为相互的力量都会很大 你想想他一刀砍过来 力量也很大 我们的特战队员 用盾牌挡的时候 那一刹那些 力量都是很大的 在僵持了六个多小时之后 警方的解救行动获得成功 所有的人质都被安全地解救了出来 张小光也被抓捕回案 回想刚刚经历的一幕 被劫持的张女士心有余悸 然而即便已经被警方制服 张小光的情绪 却依旧显得非常激动 特别是在谈到自己妻子的时候 在看守所里 张小光的情绪依然不稳定 他反复质问的是自己结婚十年的妻子 王平 再过一个月 就是张小光和妻子王平 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他说自己已经买好了礼物 想好好地过一个二人时间 那么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点 张小光会和妻子爆发如此激烈的矛盾呢 张小光说 他和妻子之间的问题之所以爆发 也许是在2015年的11月25日那天 就埋下了导火索 十年婚姻却暗藏重重危机 悲剧收场又带来什么样的反思 无法挽回 一线正在播出 案发前 张小光一直在大连打工 四个月前 为了贴补家用 妻子王平独自一人 去了江苏南部打工 张小光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妻子了 到南方打工的时候呢 这个行李人可能感觉到妻子跟他聊天了 或者跟他没乱 感觉他自己感觉有异常 2015年11月25日这天 张小光无意间打开了妻子的QQ聊天记录 跟他妻子申请了个QQ 申请了QQ号 这个是他帮他妻子申请的 所以他自己知道 这个QQ号的账号和密码 他就是通过这边关联之后 也能看见 然后他就发现了 他老婆有男性聊天的记录吧 张小光发现 最近一段时间 妻子跟一个陌生男子 聊得有些频繁 正好最近呢 他看到那几天 他跟人开房了 怎么联系什么时候 去跟人家上旅馆的开房 他一样受不了 妻子刚外出打工四个月 就跟别人发生了关系 这一点张小光心里 怎么也想不通 当天晚上他就喝了二斤酒 喝了二斤酒呢 他那暴徒从一个住人一个房间 他在那里哭了四天四夜 他哭完之后呢 他就没有直觉了 四天四夜光哭什么东西没吃 有出轨了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感觉到那妻子出轨了之后 后来他把那妻子叫回来 就是原先危险 叫他妻子回来 十年我都没让他出去打工 出去四五个月 出去四五个月 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几天之后 张小光辞去了工作 从大连回到老家东海县 原本在外打工的妻子王平 也为张小光接回了家 然而当两人一见面 张小光却表现出了出奇的震惊 他回来家那天晚上 他媳妇 我爸当时顶了 我打电话叫他 到他娘家躲一躲 多多年他来送了 他这个朋友 把他送来家之后呢 正好我看他 稍微能稳定的 我说那你反正都要见的 不见最后都会更不行 我打电话给他 他打把他送过来的 送过来之后呢 也见了 他一直也没打到 一直没打到 张小光回来之后 并没有跟任何人沟通 只是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 也不让妻子王平出门 一直在家里歇了十几天 也没打到 没打到 他就 说话 他就来家 搂在一起 我儿子把他懒得胖子上睡 在僵持的十几天之后 张小光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他疯狂地逼问妻子出轨的事情 在他的威胁下 妻子说出了更多的细节 等两天又这样 跟我儿子又怎么说 说我今年打工的钱 我从那边回来之后 他又到双电乡这样 又来打了两次钱给人 那个男的 我儿子一听 心又不信 你说谁个听得行 来家几趟 孩子 两个孩子一分钱没给 我儿子说 你挣的钱 孩子你一分钱不给 你都一家男人 你叫我怎么能受得了 我买衣服 我从来没买 我超过四百块钱的衣服 知道吗 没有 我这点裤子 穿了三年 知道吗 我一张洗衣服 能穿五年 一年都不够 一千块钱的衣服 知道吗 他呢 他一买衣服 不敢穿五年 买 你买 你买 那我就上班的 我不买 我少花了 你都花了 张小光 多多逼人的恶劣态度 让王平又气愤 又倍感羞辱 在他看来 其实自己和丈夫的感情 也许早就出现了裂痕 这次张小光对王平的逼问 似乎成了压垮他们婚姻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愤怒中 王平的态度也变得毫不相让 他有些人说 你那个吧 你跟我离了不说 跟我离婚呀 我跟你十年没有感情 我跟那个人过了几天我有感情 你把我离了 我跟他结婚 过年我都跟他结婚 他过年就找我跟他结婚 我感觉是在这个家破的 破的就是 我感觉特别压 就是经在上那个 他就是结婚上找不到 几屯的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 我感觉是在压留一点点意思 就是然后一直 然后那时候 然后就想着想遇到那个人 两人在街上 就是就打着流离 这个年头 就是 然后你把他就 你想到他会管呀 然后就 我想到从中看到 我儿子在趟来家 跟朋友已经说过了 他多数是跟人家骗 他就找他那个男的找不到 他说 悲分之悲是跟人家骗了 跟他朋友说了 就发着口口号跟他朋友说的 说知道他是跟人骗了 说肯定跟人下药了 对不对 说我相信他跟人骗了 我也都走家也都算了 当妻子说出离婚两个字的时候 张小光觉得天都要塌了 原本想好好地度过 十周年纪念日 没想到 等来的就是妻子 试图逃离的心 现在这一年我已经想到 就是不感觉 这个雅明明 did 就是 因为 除了朝鸭 两人之前 就是 没有什么沟通 就是 结果就是 这个雅明 就是除了朝鸭 除了朝鸭 就是打 于是争吵演变没动手 夫妻间再次爆发激烈冲突 这次张小光甚至对妻子举起了刀 打了一晚中午 然后打了她妻子好多段 要她妻子把对方交出来是谁个 把妻子打上了之后 也不许别人来接受她妻子 她自己包括她妻子打上了住院 她都一直自己在边上看护着 不用与任何亲战妻子 2015年12月25日 也是妻子王萍从医院回到家的葬天 满身病重的王萍 无法再容忍继续跟丈夫一起生活 她当着张小光的面 把手机里有关这个家庭 过去所有的照片删得一干二净 杀掉之后我儿子一看也气 但是呢他还说什么呢 就对我儿子说 现在呢一检查呢是回忍是五十多天 其我儿子看了可恶无力的也才四十多天 这就等那天给那个人回来 我儿子心里是什么责为你 对不对 为了一个男的 这些他这几样触动 没有一个能受了的 为了防止再出意外 也害怕儿子再对王萍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张小光的父亲悄悄地让人报了警 我小光的父亲喜欢把他抓进去 他那时候你叫我儿子 就是把他打的就是 他现在就在里边回来 那你打人家里头为什么都不敢过去 不要他人做 然后呢只要 只要反正 其他人有什么一场的经验 其他人肯定快出事了 案发当天一大早 趁张小光不备 妻子王萍从家里跑了出去 当张小光发现 妻子不见了之后 整个人崩溃了 他妻子真的走了 他就觉得他妻子跑了 他看了这么多天 他妻子还是跑了 他就觉得 突然接受不了这个 很气愤 他妻子他没看完 还是跑了 如今这个家里 只剩下了张强老两口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而面对这样的结局 张小光的妻子也在反思 我两个人一想话 手脚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是 就是你遇到 就有整理 然后一整理 就是超 然后超过 我性格就也比较 重 然后就是 上来年轻 我都说 就特别难听 就是 有时候在那里 说什么 然后就是 我也扯着 不要他们 就是 一把他打死了 我把这时候 我还得给你超过 夫妻之间 难免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不愉快 甚至是争吵 但是张小光和王平的遗憾在于 面对他们婚姻中的一些矛盾 他们并没有坦诚的沟通 互相体谅 化解矛盾 而是恶语相向 互相伤害 正是彼此的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导致张小光和王平婚姻中的矛盾 被一步步的扩大 进而 张小光开始对妻子实施家暴 最后就演变成了 他劫持人质的恶劣行为 面对这样的后果 这对夫妻 在他们今后的生活中 应该好好反思才对 目前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 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 搜索一线 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